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數據,南加州的人口增長開始放緩。 星期二,在洛杉磯市中心舉辦的第35屆年度人口統計研討會上, 南加州政府協會執行董事Komir Gilles 表示, 總共南加州有很多大學每年培養成千上萬的人才, 但由於住房昂貴,很多年輕人無法留在加州。 另外,高犯罪率和無家可歸者問題也是人們離開加州生活的原因之一。 不過,亦有人認為,過去很多人因為經濟因素選擇離開加州的情況,可能會發生改變。 南加州政府協會的Kevin King 表示, 過去10年,南加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長17%,而全其他地區僅增長11%。 另外,自疫情以來,全其他地區的房價上漲速度快於南加州。 南加州的房價或會更具吸引力。